咱都知道绿帽不是好词 但您知道吗 历史上有个人被戴了绿帽不但不计较 居然还出钱让他们结婚 这人就是宋朝宰相王安石 据传王安石中年丧妻 续娶了个18岁的娇妻 不仅貌美还很有才华 由于王安石忙于朝事 整天不招家 娇妻耐不住寂寞 和府中的仆人偷偷好上了 但很快就被他发现了 王安石没有立刻发作 而是在中秋赏月的时候 吟诗一首 日出东来环转东 乌鸦不叫竹竿筒 鲜花搂着棉残睡 撇下干江门外听 对方一听就知道 自己的事被发现了 既羞愧又害怕 但他灵机一动 也吟了一首诗 日出东来转正难 你说这话够一年 大人莫见小人怪 宰相肚里能撑传 王安石一想 自己年进花甲 而萧妻正直方陵 出轨的事也不能全怪他 干脆给了他白银千两 让他改嫁 从这以后 他写的这句宰相肚里能撑传 也成了宽宏大量的代名词 关注我 分享文化知识 回见了您